中国银行公布 截至今年9月底指第三季度净利润507.1亿元 按年升13.21% 首三季净利润为1635.2亿元 按年升12.22% 第三季收入升6.78% 首三季升5.95%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 0.91% 净资产收益率ROE 11.57%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.12%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3.03% 资本充足率为16.00% 第三季度净利润收入1072.4亿元 手续费即用精进收入170.6亿元 首三季净息差1.75% 净利润收入3160.2亿元 增1.9% 非利润收入1398.82亿元 按年增加196.98亿元 增长16.39% 非利润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30.68% 其中 手续费即用金收支净额638.71亿元 按年增加44.10亿元 增长7.42% 集团资产减值损失848.92亿元 按年减少120.11亿元 下降12.39% 集团不良贷款总额2005.02亿元 不良贷款率1.29% 比上年末下降0.17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192.45% 比上年末上升14.61个百分点 今年首三季 实现净利润收入3160.15亿元 按年增长1.9% 净息差1.75% 实现非利润收入1398.82亿元 按年增长16.39% 其中 手续费及用金收支净额638.71亿元 按年增长7.42% 期内 资产减值损失848.92亿元 按年减少120.11亿元 下降12.39% 不良贷款总额2005.02亿元 不良贷款率1.29% 比上年末下降0.17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192.45% 比上年末升14.61个百分点 于9月底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.12%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3.03% 资本充足率为16% 资本充足率为16%